作者 旺宇 由桑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讲凡人修仙传第1533集 自从韩丽主持的大阵形成之后 有关前方联军和魔族大战的情报 每日不断地传送回来 韩丽等人虽然坐在阵眼处 也能及时地掌握前方的情报 而按照消息判断 联军和魔族大军在边界处一口气 发起了七次惨烈的大战 双方都损伤接近了五分之一的力量之后 联军才开始不露痕迹地后退而去 这一次 魔族一方仍出现了三大圣祖本体 圣祖化身则有二十多名 魔族等级存在更有数百之多 在高阶力量上稳稳地压住联军一头 外加联军事先早已动用了无数迷惑的手段 故而大军后撤 并未引起魔族一方的怀疑 一见对方露出了败相 当即气势汹汹 压了上来 联军一方也没有表现出一切千里的趋势 而是在此后退边退边战 仍然不停组织力量和紧追过来的魔族大军 每日大小战斗不止 让战场不知不觉中啊 往墓界大阵处徐徐徐徐地靠近 时间一点点的过去 消息的传递也从每日一次变成了每日两次三次 魔族大军已经渐渐地逼至了 墓足全族之力布置下的绝阵 在墓界大阵笼罩区域的一座飓风当中 一座临时搭建而起的巨大平台上 墓足临时大长老笔直地站在上面 在在前面不远处 有一个不过四五丈大的法阵 四周则盘坐着八名满脸皱纹的墓足老者 都是双目紧闭 一手托着一块白色木牌 一手飞快地冲盘中指点不停 而从这些木盘上 则不时地放出一道道白色的光束 在法阵上空凝聚一团 形成一片不小的光幕 墓足临时大长老则聚精会神地望着 光幕上的一切东西 而在光幕当中 赫然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光点遍布其上 所有光点大都分成绿紫两种颜色 使而交织混在一起 使而又快速地飞开 仿佛行军打仗一般 变幻莫测不已 不管如何变化 两种光点都在徐徐地往同一方向后退 并最终落入到一个巨大的图案当中 然后同时一闪之下 光点就全部凭空地消失掉了 这个时候 墓足八名老者双目一睁 手中的墓盘光芒一脸后 光幕顿时寸寸地溃散开来 墓足临时大长老见此情形 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竟对那八名墓足老者十分客气地说道 不错 这一推算结果仍然很顺利 又辛苦几位大师了 其中一个墓足老者倾壳一声说道 没什么 这一战关系到我们墓足的生死存亡 我们墓龄八子身为族中一员 自该尽自己最后的力量 不过现在的结果只是在当前条件所做的演算 若是后续条件或者魔族大军动作一旦有变的话 这结果就很可能立刻不同了 临时大长老双手一抱拳 神色肃然地说道 老夫自然知道此事 所以今后几日极为关键 还要多多麻烦八老每日推算一次 以防止大战方向超出掌控之外 那名开口的墓足老者摇头说道 我们八人虽然在补算上都有一些天赋 平时也可预测出一些事情 但是这一次大战牵扯到强大存在巫术 其中超出推算外的其他因素也实在太多了 我八人只能尽力而为罢了 推算结果只能给长老会做一个参考而已 临时大长老苦笑一声地回答 这一点老夫心中有数 但有八位道友相助的话 在下心中总算能稍微踏实一些呀 虽然像这种牵扯到百万人以上的大战 根本无法用真正的补算之术来直接预测胜负结果 但是借助些许推算预测之力来演绎出大战的走向 并提前做出一些较为准确的判断呢 却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而这八名墓足老者就是在墓足中 补算能力最负盛名的八人 被长老会直接封为墓龄八子 为墓足不知立下多少汉马功劳 这墓龄八子也因为以前推算过多 寿源消耗过拒 外表啊才变得如此苍老不堪的 但是也因此 墓足在以前和魔族的交锋中 一直把这八人血藏 没敢轻易地动用 可这一举动啊 却让墓足原来大长老一个不慎 掉入魔族的陷阱当中 不但身负重伤 还一下丢掉了族中大半的领土 所以在这一次 事关墓足存亡大战中 墓足长老会再也顾不得其他了 把这墓龄八子又请出来了 用来推算战场形势 以防再有意外出现 当墓龄八子很快从高台上告辞下去之后 附近的其他几名墓足长老则一拥而上 把临时大长老围了起来 开始神色凝重地商讨一些重要的事情 同一时间在原先墓足和魔族占领的交界的空中 墓简离整个人化为一道银蒙蒙的虚影 身体四周则有母许大的一团雷云 在附近翻滚起伏 无数银色电弧从中迸射而出 又化为无数电使向对面狂射而去 刹那之间呢 空中尽是雷鸣之声 电光狂闪不已 在十余里的一个山头上 有一口百余杖长的漆黑巨剑 稳稳地倒插在山峰之上 在巨剑剑柄之上赫然有一名 身披墨绿色披风的枯瘦的魔族男子 正两手齐扬 放出一道道冰寒剑气 每一道都有数十杖长 在附近虚空纵横交错之下 把所有设来的银色电使啊 全都扫当一空 一座巨型湖泊的上空 两只仿佛小山般的巨狼虚影 交缠在一起 疯狂地撕咬着 一只通体银白 三百丈长 四爪生风 口喷丝丝的光芒 一头浑身漆黑 两眼喷火 口吐团团的煞气 两头巨狼一爪抓出 痴痴声大响 虚空中一下多出树道长长白痕 仿佛直接被撕裂开来一般 再一口咬出 顿时身前传出暴鸣般的巨响 一股股气浪狂涌而出 凭空生出一道道白萌萌的飓风来 两头巨狼虚影贴身争斗之下 显然是异常惨烈 但无论是庞大身躯受到对方何种巨大创伤 只要体表光芒一阵流转 就各自恢复如初了 而这场狂暴的争斗波及范围之广 几乎将方圆百里内的一切山峰密林 都化为了平地 附近一座小山的山腹中 熬笑老祖盘坐在一座临时法阵中 两手掐绝 双目紧闭 身躯散发着淡淡的荧光 相隔万里外的一片沼泽千丈深的地下中 圆叉圣祖同样一动不动 盘坐在一片临时开出的密室里 四周都是黑乎乎的一片 唯独其身上浮现出一道道紫黑色的魔纹 并微微地闪动不已 在一处神秘空间中 两个巨人般存在 相隔树里的摇摇对望着 一个身高十丈 肌腹赤红异常 头顶一对漆黑的弯角 背上一对赤红的肉赤 瞳孔是淡金色 双手暴毙 冷冷地望着对方 对面一个则是肌腹漆黑 通体鸣印着一道道金银色魔纹的 野人般的巨人 赤裸着上半身 腰间除了一件皮裙之外 再无任何遮挡之物 而这野人两手握拳 瞪着两只牛眼般巨大的眼珠子 望着对手 二者虽然都在虚空中一动不动 但身上都散发出惊人的气势 而在两者之间的虚空中 两只浑身血红 形态似狼似圆的怪物 正在和三头金色的巨虎 纠缠在一起 一边是血气滚滚 身形在妖气中 仿佛鬼魅般的变化不定 一边口中吼声震天 金色的爪芒 暴雨般的激设而出 经意识间分不出高低来 显然就像联军事先规划好的一般 魔族一方献身的三大十足本体 此刻军被墨剑离等三名大成存在 硬生生地拖住了 他们互相忌惮之下 军都无法分身 相助各路大军而去 偏偏这个时候 数以千万的魔族 正被联军一点点地 引向木届大阵的方向去 没有圣祖本体坐镇的魔族大军 一旦坠入禁止当中 超级大阵的威能全开之下 魔族一方死伤惨重 可想而知 似乎一切都在向 有力联军的方向发展着 但几乎同一时间 一支由上千辆魔族飞车 组成的魔族队伍 正在沿着战场边缘处 往联合大军后 飞快地前行飞顿着 这些飞车均成三角形状 通体灰白 表面鸣印着 仿佛云雾般的诡异的魔纹 飞车之上金万魔族 则是统一蒙面皮袍 两手空空 一丝肌肤都未曾外露 脸上遍布着 紧露两只冰冷的血红眼珠 更诡异的是 如此多魔族 却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飞车中 静悄悄之下 整支队伍一丝声响都未发出 竟仿佛幽灵般的 无声地前进着 在这支队伍的中心处 赫然 有一辆比其他飞车巨大数倍的漆黑魔舟 大半部分被淡淡的魔气围绕其中 里面隐约可见一些同样打扮的蒙面魔族 只是一些魔族身上的气息 明显比其他飞车上的魔族更强大几分的样子 聚州上的魔气中 忽然传出一个苍老的声音 沐眠城还有多长时间啊 这一次好不容易把对方三名大城旗全都吊开了 我也花费巨大代价 才瞒过木族耳目悄悄返回灵界 故而此次行动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回禀吞天大人 以现在的速度到达牧眠城 大概有半个月的路程 哼 不行 速度太慢了 原刹他们可不一定能拖住那三个老鬼 多长时间的 加快顿速 必须在十天之内飞到牧眠城 只要毁掉城中牧族圣树 牧族自然 无任何能力保住剩下的领土 那棵圣树对牧族重要 远超乎你的想象 可是吞天大人 现在速度已经是 胡越飞车在前行下最快的速度了 再提升的话 恐怕就无法瞒过牧族布置的耳目了 没关系 异族大军现在一开始溃败 现在正四下收缩力量后撤 我们只要小心一些 应该不会有问题 再说 有老夫亲自坐镇这里 就算是发现牧族的探子 又怎可能让他们活着 把消息返回去呢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